吳亦凡 为了要补缴税金 托人降价出售自己以前在上海的豪宅 原本开价1.28亿人民币 后来降价1300万 想要以1.15亿人民币售出 真正比市价便宜超多 让外界纷纷认为 现在吳亦凡应该是非常缺钱 想要赶快换现金 来找庞大的赔偿金和税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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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